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秋 这个是半斤 我带半斤下来这个小区楼下这草坪这里了 然后刚好发现呢 这小区里面的有一块呢 是这个草地的是比较少人来这边的 所以呢我就说带半斤下来奔跑一下 把它放开 自由奔跑啊半斤 来去跑一下半斤 没事的这里没有人 啊 去跑一下 放开它还不跑 啊 你担心小姐会跑掉吗 不会的啊 这里好大一块草地啊 你看 刚好是那一边是围起来的 就没什么人进来这里了 然后这里有花 哈哈 反而半斤觉得陌生不敢来这里跑 我把半斤的水 然后这个玩具 也带过来了 这个是输毛的 待会 好晚了给它输一下毛 然后这个是飞碟 啊 半斤的飞碟带过来了 这里还有这个球 啊 零食 零食也给半斤带了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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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吧半斤 半斤喝水了 棒啊 来半斤 来带了一些零食给他 嗯 棒啊 多跳跳 多运动一下啊 来 乖乖的 我们的半斤 我买的这个零食是比较软的 对狗狗来说这种是比较好消化 来 我和半斤已经上来了来看看妈妈做什么好吃的 妈妈在做午餐了 妈妈今天做什么菜啊 煮啊 还可以多多看你哦 煮那个薯粉 煮薯粉是吧 煮食是薯粉 煮食是薯粉 薯粉放很多配料去的 看到了看到了 麦豆香菇 咸菜 还有青菜红萝卜对吧 那个青菜是另外放是吧 我这还有淮山是吗 对啊 等下炒一下放进去洗火 哦先炒了再放到锅里面 你刚刚带半斤下去奔跑我自己都一身汗了 我要先去洗个头洗个澡了 半斤啊 嗯 嗯 半斤可乖了 好了 上午基本上时间都是赔半斤的 下午呢我就要出去仓库 要发货了 要干活了 所以呢一般上午呢 我都会在家里面赔着半斤 然后下午呢就妈妈赔着半斤 这是我们的午餐 好亮哦 妈妈煮的这个薯粉哦 放了好多配料的哦 你看金针菇 麦豆 咸菜 香菇 红萝卜 薯粉 淮山 对 这个是酸豆角 很久没有吃酸豆角了 妈妈说炒给我吃 还有这个青菜炒包菜 开饭了开饭了 半斤他已经吃饱了 你看他又盯着我们要吃了 待会 半斤我们要吃午餐了啊 今天天气也是比较冷一点点的 比较凉 但是 已经下雨下停了 这几天都在下雨 好了 我现在上去了 刚刚去市场呢 去买了一些食材 因为今天呢 是要做选花酥的 买了挺多的 买了两轮了 昨天买了一些棉花糖啊 还有坚果啊 然后今天又买了腰果 花生 哎呀 还有好多啊 样样都买一些 就随时都要用的嘛 做吃的嘛 对吧 都成糕没办法 每次提搭在食材上来都好费劲啊 而且还是分几次提上来的 这个腰果是熟的 待会要去皮 现在开始做选花酥了 这边是坚果 还有草莓干 饼干 奶粉 黄油 棉花糖 妈妈还在帮忙清洗东西 用大锅来煮 用大锅来煮 把这个奶粉倒进去 现在上面铺上一些奶粉 你看这个小花酥还是很亮的哦 这里做的就是好吃 料特别足啊 做的就是 你的铺 肉 锅 零 铺 切好了,打包 切跟打包是最慢的 我来装袋子,妈妈帮我打包 要密封起来,这个雪花树 因为每一个是独立包装的 多一个人打包手是快很多的 因为单单一个人要很长一个时间来弄 忙着忙着已经是下午了